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刘邦的老乡 都出生在江苏佩縣 江苏佩縣是江苏的徐州地區的一個縣 靠近山東 語言和飲食習慣也吃面食 都跟山東靠近 徐州短時期還曾經歸給山東廣 長期還是屬於江苏 那麼 周昌是刘邦的老乡 周昌是個文官 為人很正直 他最大的缺點就是揭拔 口吃 然後劉邦有一個愛妃 叫做欺夫人 他生下的一個兒子 叫如意長得非常的伶俐 劉邦偏愛欺夫人 也很愛這個兒子 他又有心把太子廢掉 立這個如意 那太子無罪呀 這個朝廷裡面的事 不是你皇帝一個人隨便說了算就行的呀 很多人出來反對 周昌是為主的一個 可是他 一說話就口吃 結果就弄出一個笑話 他說他有一次說急的把帽子脫下來 他表達意思表達不清楚 就帽子脫下來說 陳口不能言 然陳七七知其不可 陛下雖遇廢太子 陳七七不奮兆 就是說七在這裡是絕不必定的意思 如果你要立如意為太子 我就不上朝來了 我絕對不同意你分他為太子 所以說後來他這個七七七七七一直七不出個名堂來 全朝的大臣都笑了 把劉邦也笑了 這一笑就事情不了了之了 他也讓自己下台了 皇帝有時候在高處也是很寂寞的 他受到大家的反對的時候 他也是沒辦法的 艾艾艾是出自三國的 魏國的一個大將 司馬昭手下的一個大將也是個口吃 他喜歡一開始就像陳 那個農宗隊裡面 那個諸葛亮說 陳 成本不一功耕於郎陽有沒有啊 他這裡就是這個 他愛愛 一開始就要說愛愛愛愛怎麼樣 結果他一口吃就愛愛愛愛愛愛愛 他跟司馬昭關係非常好 司馬昭有一次都笑他 你到底有幾個愛 意思是說你到底有幾個愛 結果他也是 什麼事情都是得意萬行 他打下成都以後 受不了部下的慫恿 就躍拳啊 封了很多的光 結果被司馬昭給殺掉了 關係再好 你犯了法 犯了錯誤也是保不了理的 所以說 戚戚艾艾 後面成為這個成語 就不是專指口吃的人 往往是指沒有口吃的人 他受到了某種壓力 射於某種的淫威 或者旁邊有人 他不便說的時候 叫做戚戚艾艾 還有虛威夷 虛威夷不能煉成虛威尾蛇 如果你知道威夷是個什麼東西 你就不會煉錯了它 威夷是傳說中一種像蛇一樣 像大蟎一樣的獸 一種動物 齊桓公 春秋五霸之首啊 齊桓公 歷史上有兩個齊桓公 一個是病入高荒這個成語的故事的發明者 扁鶴 扁鶴是名醫 他第一次見到齊桓公的時候 他就發現齊桓公臉色不對 他就說齊桓公有病 齊桓公那時候病 他還沒有感覺 他就大笑 他說醫生都是這樣子 先來嚇唬我 我才不上誕 結果過了十天他又去看 他說齊桓公的情況不妙了 已經到哪裡了 第十天又去看他不行了 再過十天 齊桓公再去找扁鶴的時候 扁鶴就逃走了 別人說為什麼 他說我已經治不了他了 他已經病入高荒了 這個齊桓公非這個齊桓公 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個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 那個齊桓公也很能幹 但不如這個 這個齊桓公有一天到大澤旁邊去打獵 大澤是什麼 大胡 突然間他就變臉作色了 周圍陪他打獵的人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泱泱地回宮了 回宮就病倒了 太醫怎麼治都治不好 他的賢相 管仲害怕了 就張板 招貼高人啊 來給齊桓公治病 有一天 有個合力懸鍋的人 什麼叫合力啊 合 扛著鋤頭 力 戴著斗力 懸鍋 是指穿著破爛的衣服 藝人高人往往跟殘人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 他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 就去接這個板 廣仲就把他迎進宮裡 病急亂投衣啊 迎進宮裡 這個高人 這個合力懸鍋的人 就跟這個齊桓公聊天 跟他寒暄 今天天氣哈哈哈哈 談談談談談 談了這個齊桓公啊 他就放鬆了 他就問這個高人 你說這世界上有鬼嗎 這個高人馬上就變臉做事說 有啊 當然有了 鬼還有各種各樣的 他就講了 有之水有網像 傳說中的一種水怪 秋有身 傳說中的一種獸 秋 小山 小山叫秋 秋有身 山有葵 葵是長得像龍一樣的一種怪獸 也有彷徨 則有威夷 彷徨 至今沒有人解釋 彷徨是什麼樣的怪獸 所以說我也沒辦法告訴你們 彷徨是什麼樣子 但是威夷他說得很明確 威夷是什麼樣子呢 這個高人 合力懸鍋的高人告訴齊桓公 說這個威夷啊 這個頭大的跟車輪一樣 身子長的跟車圓一樣 他最討厭聽車輪從他附近滾過去的聲音 他一旦聽到這個聲音 必定憤怒的把頭高高的舉起來 你們看過蝙蝠蛇嗎 就是這個意思 昂起來 可是你要知道 你能夠看見這個威夷的人啊 你一定是個高人 你一定是個大人物 是個偉大的人 才能見到威夷這樣子的怪象 怪獸 說完以後 齊桓公哈哈大笑 病好了 他說的 此正寡人所見也 你看好了 一下子好了 站起來了是不是啊 病癢癢的跟病妻師一樣 跟林黛玉一樣 躺在床上已經多少天了 好了 於是他出來以後 別人就問這個何立玄國的高人說 你有什麼病 什麼本事把齊桓公治好了 哎呀 虛為夷而已 虛是假的 與 就是給他 與 兩種意思 一 我和你是與你 是不是啊 一種是與你是給你 虛與威夷 威夷是應付 誰順 他想怎麼樣 我就順著他說 虛與威夷就是這邊來的 敷言應付的意思 目的達到啦 齊桓公本身自己都不知道嘛 他無意中受了一下驚嚇嘛 他看到什麼鬼了 他真是看見鬼了 容易讀錯寫錯的字還有 這個詞 詞主還有 悠哉 游哉 一個是悠 一個是游 寧牙利齒 利不是分利的利 是靈利的利 倍受鼓舞 不能寫成一倍兩倍的倍 這裡的倍是王倍的意思 是指渾身無處不受到鼓舞 而不是只受到一倍的鼓舞 白頭邪老 很多人寫成 鞋 提手盤的鞋 男人愛做大男的主義 我帶著老婆一起走向老去 No 我和你一同老去 叫做白頭邪老 還有 腳揉造作 很多人寫錯了 因為 他不懂得腳什麼意思 揉什麼意思 腳 是把直的弄成彎的 揉是把彎的變成直的 我在插隊的時候 學 跟著農民學著製作扁丹 扁丹把竹子砍下來以後 一破四半 可以製成四根扁丹 這個扁丹的兩頭要彎起來 就要在火上烤有沒有啊 把直的弄成彎的 就叫做腳 哎呀 彎得太過分了 再烤一烤 再把它揉開來 叫做揉 腳揉造作 所以說 矯正 揉 提手盤 要用手來攪揉 所以說跟那個溫柔的揉 跟那個溫柔的油 沒有關係 捏花惹草 你去查字典 你去查詞典 只有這一個讀音 捏 沒有髒惹草之說 光音有七十二項 其中有一項就是捏花微笑 如果你說成髒花微笑 光音會氣得從那個蓮花寶座上摘下來打你 驅之若霧 像鴨子一樣跑過去 這個霧是鳥之底 是野鴨 像野鴨一樣跑過去 亂糟糟的 人魚一雲 一步一驅 叫做驅之若霧 浩高霧遠 才是馬之底 野馬叫做霧 野鴨叫做霧 此物非捕物 這丫頭不是那丫頭 別則而餘 這個魚是做動詞講 是捕魚捉魚 而不能寫成那個名詞的魚 荒渡春節 我經常看到福州的街頭 每到春節 大家都泡在水裡面過年 今年的春節很榮幸 只看到一個 只有一個省子機關 他們泡在水裡過年 過年就過年嘛 渡過嘛 跟三點水什麼關係啊 不要隨便寫 心寬體旁 它不能念胖 它這裡的胖 念旁 它不是胖的意思 它是大的意思 心寬體大 大與潘沃 又不能念旁沃 出奇不易 不能寫成奇怪的奇 出奇 奇這裡是指代用詞 出他不易 出那個人不易 是不是啊 出奇不易 飲鎮止渴 鎮是傳說中的一種飛鳥 長得像鳳凰 它的羽毛 特別是翅膀上的羽毛 據說有劇毒 把它泡在酒裡面 這個毒酒就叫做鎮 飲鎮止渴 成語就這麼來 但實際上是沒有這種鳥 毒酒是用別的毒藥製成的 夾燃兒子 很多人寫成嘎燃兒子 不加這個口 他也是念嘎燃兒子 夾燃是指鳥叫的聲音很嘹亮 突然間停止的樣子 叫做夾燃兒子 生育雀起 不是麻雀的雀 食不果腹 不是包裹的果 食不果腹的果 在這裡是指飽醬 吃不飽肚子 不是把肚子裹起來 裹作飽醬 一諾千斤 很多人錯誤地寫成 一斤兩斤的斤 一個小學生造句 老師說大吃一斤造句 他説到有一天 我在路上看見一堆牛屎 大吃一斤 老師寫上好胃口 不能自已 不能寫成不能自已 破不及待 這個極是到達到的到 不是指那個極破的極 就是破等不到 那個時候 兒首稱慶 以首加兒 談觀相慶 不是老袋碰老袋相慶 你又不是董軒 你碰什麼碰 美輪美幻 美輪美幻 多數人不會把它寫錯 但是會把它用錯 美輪美幻 裝置建築物 華美高大 你不能形容成燈光 美輪美幻錯誤 不能形容成圖畫 圖畫美輪美幻 更不能這個人長得美輪美幻 牙字必報 牙字必報 是一個貶義成語 牙是外眼角 支是內眼角 牙字必報是指屁大的事情 很小的事情 他都一定要報仇 心胸很狹窄 這個牙字必報 很多的時候是用在小人身上 剛才我講了 朗朗書聲 讀書的聲音很好聽 像金石相碰的聲音 所以說是玉字旁 可是現在你們的 現代漢語詞典裡面 就改成了月亮的月 晴朗的朗 朗朗書聲 老漢至今不符 我五十四周歲怎麼不是老漢啊 唸書的聲音跟月亮什麼關係嘛 是不是 怎麼會月字旁嘛 還有一種錯誤是畫蛇天竹 畫蛇天竹 比如說 懸殊很大 懸殊就是指差距很大 是不是啊 這個事情很懸殊 兩個人的實力很懸殊就行了 不能講兩個人的實力懸殊很大 還有就是凱旋 凱旋就是勝利而歸的意思 凱旋而歸就是駕船跌屋 還有這個人的身高約一米七左右 你要麼約一米七 要麼一米七左右 不是砍頭就是趣味 容易讀錯的成語 還有耳濡目染 最經常你不會讀錯 你會用錯 剛剛九一八過去 小日本又這麼猖狂 中國各地都去祭練九一八 因為七十九年前的今天 小日本把我們的東三省給占走了 是不是 那麼我們參觀了這個什麼烈士祭練館 烈士祭練碑 耳濡目染 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耳濡可以 目染卻不行 耳濡你聽解說員這麼解釋 是可以的 目染你看見鬼了 那都是烈士都死掉的人了 你還目染 如火如荼 荼是指芦苇開的花 這個芦苇開花以後 給它打掉 就做那個掃把的好材料 是不是啊 它的花是白色的 如火如荼 形容運動 身是浩大 可以的 可是你不能寫成 是紅旗招展如火如荼 因為花是白的 紅旗是紅的 紅旗只能如火 而不能如荼 又比如自首可熱 自首可熱 自首可熱 只能形容這個人的權勢很大 是貶義詞 你經常會看到這樣情況 就是說 啊 我今天發現一個自首可熱的題材 這是大錯而特錯 它只能形容人的權勢很大 不能形容 抓到一個自首可熱的題材 這是包義詞了 不對 它用錯了 第六節說句子 有了好字 有了好詞 有了好詞主 再有了好句子 好文章 就這麼誕生了 你看這個小學生的作文 你們小時候都有這種經歷 我就經歷過 哎呀 這個作文上被老師畫了兩個波浪 好好高興啊 一遍一遍地看 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倍受鼓舞 你們現在還是這樣子嘛 是吧 老師還是畫波浪文 你看這一頁作文 全部畫滿了 這當然是一篇佳作 佳構了 是不是 那麼 一個文章好不好 跟有沒有好句子 有直接的關係 好句子 往往最終就成為明言景句 天作孽有可為 自作孽不可活 善書 這個善書也可以寫成善下的善 就是遠古的書 人非聖賢 俗人無過 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 左撞裡面的明句 荷豹之木 生於豪末 九成之台 起於雷土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這是老子 五千字道德經裡面的明言 老子是除了朱熹以外 第二個發明成語最多的人之一 老子也有很多的成語 落霞與孤雾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 唐出世傑之一 王伯的明句 是不是啊 達者奸祭天下 窮者都善其身 這是孟子的明言 名為貴 社稷赤之 君為親 這是孟子的明言 像這些 冬魚 山魚 冬魚 太陽出生的地方 生起的地方 這個冬魚啊 這個山魚是太陽落下去的地方 據說太陽睡覺的地方 有一棵山樹 有一棵魚樹 好好大的山樹 好好大的魚樹 從來人品功能獸 自古文章鄭賴齊 這個是我們閩西的土樓 很有名的一座土樓 叫鄭城樓 在永定縣裡面的一幅對聯 我認為這幅電影寫得很好 王國維 國學大師 他五十歲的時候 自成於昆明湖 他受不了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中國 他的絕鼻書遺言只有八個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他活了五十歲就死掉了 他寫的這個詩 這兩句我很喜歡 世時可愛為春色 一世人狂變少年 你有資格像少年一樣長狂 美國曾經最年輕的總統肯尼迪 後來被克林頓打破了這個紀錄 是吧 不要問國家能給我什麼 而要問我能給國家什麼 還有西方的一個烈士 至今不知道他的國籍 至少說我沒有查到 他被敵人抓作俘虜了 敵人軍官槍斃他的時候說 你有什麼話要說 他說的這個質地有生的話 我一生最大的遺憾 是不能為我的祖國犧牲兩次 所謂的好句子 也就是這些平常的句子 希望以後有更多的名言幾句 出自在座的列位 你會不會有更多的名言 我會不會有更多的名言 你會不會有更多的名言 你會不會有更多的名言